市中心立起巨大耶誕樹 点灯照亮市区 还有市集让民众逛逛 往年乌克兰首都基辅 在耶誕节时都很有过节气氛 但今年受到战争影响 基辅有数百万居民无电可用 虽然饱受摧残的基辅 还是会立起耶誕樹 但不会有任何美丽的灯饰 看到乌克兰被无情战火摧残 多地停电停水 西方国家痛批俄罗斯 以寒冬作为战争武器 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 聚首罗马尼亚商讨更多原物措施 最重要的一项援助 就是想办法协助乌克兰渡过沿东 北约各国外长专注讨论 对乌克兰增加军事援助 像是防空系统和弹药 但也会商讨提供燃料 医疗用品 过动设备和无人机干扰器等 非杀伤性原住品 已经有部分透过北约援助行动运送 史托腾伯格力求增加这些援助 而北约各国可以提供捐助 另外也传出 向对乌克兰的最新援助 要协助乌国恢复电力传输能力 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尽快将这些电力设备 运送到乌克兰以应应俄罗斯 对电网的攻击 华府也鼓励其他国家跟进 协助基辅免于断电 让数百万民众在零度气温之下 不至于没有暖气 又处于黑暗之中 欢迎新闻孙玉玲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